一人納豆不只晉升电影咖 现在跟一举夺下 人生中第一座金马奖 真的不可思议 好开心 真的很开心 然后谢谢大家 机会给演到这么棒的戏 是真的是人生是超级幸福幸福的 回顾入围当下 納豆直播爆哭 坦言真的很不容易 喜欢演戏的心始终不变 他的舅舅也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更是感触良多 第一时间就赶紧祝贺 事实上侯友宜透露 在纳豆去念异校时 还有帮忙和妈妈沟通 考上师到腹中 后来一念异校 妈妈哭得死去活来 我都一本初中跟他讲 孩子喜欢什么就支持他 让他发挥自己的角色就好了 只要你发挥淋漓尽致 阿古都很喜欢 加油 不急啊 我看你也百一百而已 你看起来心情也很百 納豆一路以来坚持演员梦 现在不只有家人支持 更一举杜金 未来的电影之路备受关注 三十个规则群新靠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